走到住家附近的林里公园内 最常看到的就是像画面当中的儿童游戏区 但是这种仿佛是一个模组制造出来的游乐设施 被公民团体戏称为罐头游具 除了塑胶味重也缺乏想象力跟创造力 我们都知道在游戏当中 孩子是在公园是要亲近自然的 可是我们在我们发现到 我们现在是都是橡胶地点 要不然就是一律都是PVC的材质 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自然的元素中 我们来到公园就是要碰自然的东西 为什么只有清一色的素材 那木头呢那铁呢还有其他的素材 还有木屑什么都碰不到 会不会以后的都市的小孩 都只知道鸡啊 长的就是毛被拔光的那样 就是在超市看到鸡 却不知道真正的鸡走路的样子 或真正的鸡长什么样子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限制了他们未来的思考 未来的想象力 台北市议员王敏生长期研究教育议题 近来面对许多公民团体陈情 因此特别举办一场 儿童游乐设施与儿童发展需求研讨会 邀请公民代表 厂商 学者 以及官员进行对谈 希望从中研究出 最适合台北市儿童的游乐设施 每一座这个邮局应该要怎么做 甚至纳入公民的意见 公民的参与 我觉得这个是 本来就是柯市府一直在强调 希望是我们所有的公民 都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公共政策 所以我想我们第一步可以做的 应该是成立一个定期 来讨论的这个专案小组 市府官员可能每天接触到的层面 不一定是家长现在在要求 这样的面向可以接触得到 所以如果你纳入了专家学者 纳入了家长团体 我相信会让我们未来 在儿童游乐设施的设计上 会更加的改进 在这场研讨会中 许多妈妈带着孩子出席 当妈妈发表意见时 小孩干脆在桌上或地上玩了起来 和严肃的会议形成强烈的对比 经过讨论 公民团体列举各国家设计的儿童游乐设施案例 期盼能得到回应 而王敏生也希望未来公民团体 能加入局处会议 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够被听见 台北大台北书卫星文曹登华 采访报道